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重新来 我就是要你说 一 二 三 看看留言吧 好 看看留言吧 我们做自媒体的博主 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你会难免看到一些 就是回复 你很想要回复的 那我们懒得打字 所以我们就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回复一下 就是我们的看法和观点是怎么样 首先第一个 那个朋友在这里留言 针对我们昨天的节目 他在下面留言 他说真正的大淫妇应该是自由女神吧 一个象征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是资本主义 就是金钱至上 这才符合大淫妇特质的经文 那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并不符合大淫妇特质的经文 因为大淫妇 它指的不是一个死的雕像 而且我也觉得说 这个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是 我是完全不同意了 就是这样看来的话 我觉得这位朋友 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 是其实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运作的模式 它不是说你崇拜金钱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在这个经济运作模式里面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工作 然后工作的时候呢 他们会得到他们应该得的 或他们想要得到的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去工作的 每一个人选择为谁服务 每一个人选择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在这个样子互利的情况下 就像说我之前的那个 赶跟节那个影片应该有讲过 就是我要从菩提卡这边得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要跟他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要帮他做什么东西 他才愿意给我我要的那个东西 等于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双赢互利的一个机制 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的人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 但是常常去无缘无故的批评资本主义 觉得说资本主义就是要钱啊 然后商人压迫员工啊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各位可以不要这样子想 你要想的就是 你如果觉得你的老板在压迫你的话 你可以辞职 你可以有自由的去选择去其他地方工作 如果你这一份工作 其他的老板都不要你的话 那就表示你的这一份工作的 你要的钱不值市场价格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其实老板只是在跟你做一个交易而已 然后像说全民健保啊 你签的东西 你随时可以毁掉这个合约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你是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去做选择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的误解 就比如说他说资本主义是金钱至上 这个想法完全是共产党的想法 就是大家对资本主义有误解的人 你们脑袋里的这个东西都是共产主义给你植入的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来自台湾 你也被共产主义的东西给洗脑了 所以就是说资本主义这个东西 你是否同意共产主义 我想问这样一句话 或者是你认为你工作 你是为谁工作 你是想为你自己工作 就是你是想要你过得更好吗 还是你愿意把你所有工作的这个effort说 我就是平均分 就是大家都一样 你如果要是想像北朝鲜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上下班骑自行车 全国18种 发行任你选择 超出18种就没有的话 那你就不要喜欢资本主义 在美国就是你工作多少 你就获得多少 你不劳动 你就没饭吃 这种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 共产主义就是 大家都一样 你到最后就是变成一个 没人工作的这样一个结局吧 这就是很明显在历史的长河中 次次使用 次次失败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金钱之上 金钱之上当然是不好的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完全的大物件 它只是一个经济运作的模式 所以像这种资本主义 就是你知不支持人自己去创业 你知不支持人自己拥有赚钱的能力 然后去养活自己的这样一个 还是说你支持说所有在这个国家 所有的这个企业 其实名义上属于你个人 但是其实全部都属于国家 就是你到底支持哪一种 好 第二题 好 那我来读啊 第二题这位朋友留了很长的眼 他说你好 我是为订阅已久的观众 九成以上的观点几乎都认同 但是这一期后半段的观点 以玩乐为工作或是置业 似乎频道主很排斥这样的行为 但感觉有点偏颇了 好比举个例子 说模型师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制作精美的模型 甚至置业 就是推广模型产业 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 那模型呢 对于小朋友而言是玩具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达人而言 是一项可以全新专注的一项专业 又好比西洋棋 西洋棋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是玩具 桌上游戏 但是对于西洋棋选手来说 或者是西洋棋教练 西洋棋就不单单只是玩乐 而是可以投入很多心力的一门专业 感觉主播后半段的观点 认为成人在从事 小朋友时期会接触的娱乐活动 且把这项活动 就当做成人的专业项目 主播觉得这行为很不OK 可能主播认为 这些成人不顾正业 只顾着小孩般一样玩耍 但对于这些 把这项玩乐活动 成为了专业工作 甚至置业的成人来说 感觉你这个说法过于偏颇了 那读完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朋友 他就是从事这一方面的 对 他如果不从这一方面 他大概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很痛苦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会误解我们的内容 好像绝大多数人 大概超过90%的人 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在讲什么 往往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看到 每一期节目下的留言 就是原来这个人没看懂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 我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清楚的讲到 就是不是说大人不能玩玩具 而是说大人玩玩具 那是要有意义的 跟这个人说的一样 这些达人而言是可以 全心专注的一项专业 等于说他是把他当成一个工作再去做的 他等于是在工作 他在创造价值 他做出来的模型 是有人愿意去看 有人愿意去买 有人愿意去付钱 或是怎样 他不是在家里 在那个地方 玩那个黏土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是说 我每天不做事在那边玩黏土 而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做成一个专业 对 就是其实我们昨天那期节目 强调的是成人的儿童化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社会上面有太多长大的成人 你可以尤其看到在中国八九十年代 如果是一台化之后的这样一个产物 就是到现在 所有的人在靠父母 然后很少有的人 像以前的人不一样了 以前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然后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脚踏实地的 或者是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然后他是会愿意去努力的 但是我们昨天那一集节目 讲的是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成人的孩童化 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人长大了 你要吃干粮 你不能一直吃奶 但是我们现在 社会上拥有的年轻人 绝大多数就是一直吃奶的大人 我们讲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并不是在说 同事这些行业的人 这完全是两回事 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了 如果说这个行业 然后你就是真的是很专精 然后你真的是可以把 创造出一个价值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去做啊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 这真的是你的call in的话 我们不是在说 不能有玩玩具的兴趣 而是说现在的人 太多人不愿意负责任 然后太多人 只愿意永远当个小孩 我们边把小孩信化 然后现在我们一堆的年轻人 在那边就是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我们回去当个小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一个社会形态 所以说 我们想要传达东西是这个 对 而且说实话 我们一直在呼吁说 保守派基督徒 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起来 那我们当然知道 像现在很多的玩具厂 比如像乐高 他们是非常woke 他们是非常左的 对吧 他们会出很多这个 同性恋的 或者是LGBTQ的 这些玩具的模型 让小孩去拼 那我们当然希望 可以出来更多健康的 好的玩具 让小孩来玩 或者是让大人来玩的 那种比如说 意志型的或者什么 我们当然在这方面 需要很多的人才 然后我们的社会推广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 我们就是把钱送给 像乐高那样的公司 我们更不希望 有很多人在节假日的时候 选择带小孩 去乐高的游乐园玩 我们当然不希望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保守派的这个基督徒的企业 你不管是开游乐场也好 你不管是做各方面的 这种意志型的玩具也好 小孩的就是小孩的 大人的就是大人的 不要放进所有的那些 ideology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反对说 玩具行业或者怎么样 这个行业当然是需要发展的 如果这位留言的朋友 你要是这个行业里面的 加油好好发展 开公司当老板 然后到时候跟我们来说 我们把你拉进 保守派企业的圈子里面 好第三个 在我这里 你们节目是最最棒的节目 真人真是真新闻 请问怎么加入会员跟捐款呢 哎呀这位朋友 谢谢你太有心了 那我们这个加会员的方式 还有捐款的方式 就在我们的屏幕上面 我们接受很多种的形式 不管你是PayPal也好 或者是来给我们买一杯咖啡 每个月给我们捐助固定的金额 当我们的会员也好 或者是如果你要是 哎每个月呢 为我们捐助12块钱以上 你可以来发email给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正义的味道的杯子 那如果大家要是想要 单独的买杯子也可以 我们把这个信息 全部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还有留言区 欢迎大家来帮助我们 来赞助我们 好下一个 他说 许多人自己什么也不做 只等别人来拯救 这种巨婴 往往演化成对某人盲目崇拜 本质上和左的受害者心态是一样的 路在自己脚下 甘心让别人踢自己走的人 其实已经失去了自我 他们往往会把以下两句话 挂在嘴边 第一句话就是 Trust the plan 括号就是什么呢 就是So just wait and see 那第二句话就是 某某人又在下一盘大棋 殊不知这只是 他们无所作为的借口而已 这个朋友看的 简直就是太透彻了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 就是从Q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传递出去的 这样一个讯息 但是你不知道啊 有多少人 那个会因为这个东西来骂我们 多少人说 对你们失望 以为你们是基督徒 以为你们是正义的 或者怎么样 结果就怎么样 我们频道下面有一个朋友 就经常出现 然后他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Q的受害者 他在那个我们频道下面 经常出现 就只要我们频道一讲到说 不要相信 Trust the plan 这句话 因为你经过过去两三年 你让人忽悠了两三年 之后你就发现说 根本就没有plan 这些人就在骗你 我跟你讲 就是那个Q可能是CIA 或者是FBI 或者什么 左派那个Potty来的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达到的目的 就是让保守派啥也不做 天天跟着做梦 就是对 就是做梦 就是啥也不做 就是做梦 那这个朋友呢深受其害 只要一讲到Q 他马上就会出现 然后马上出来为Q辩护 然后有一天 我们有个观众 在下面就问他 就说 那请问过去的中期选举 你做了什么 啊 哦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说 你真的想改变美国 那请问在过去的中期选举 你做了什么 他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他什么也没做 他等Q呢 那他做啥呀 人都说人都搞定了 你还做啥呀 啥也不能做了 你不用去拜票了 你也不用出去那个电话拜票 那个canvassing 你都不要做了 你就等着吧 因为通常这个样子的人 是非常瞧不起人的 嗯 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很笨 每一个人都很傻 对对对 只有我最聪明 然后只要一有任何的争执 然后一有这个就是理念上的不同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就是 你什么都不懂 我告诉你 我看东西看透彻的了 OK 没有人骗得了我 我们遇过不知道多少这个样子的人 是 这样子的人呢 通常你是没办法理性跟他沟通 你没办法跟他讲任何东西 你没办法把证据秀给他看 他就是一口咬地 你就是你看 啊 深层政府 等等等等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事实 活在自己的那个童话故事的一个泡泡里面 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 好像这种大哥就没有办法沟通交流 那那好了 那就是算了吧 然后他们都把自己的理想美化的太理想化 对 就想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跟我说的 或者是哪个先知 先知跟我说的 或是怎样怎样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翻转时代了 时代不是这样翻转的 能翻转时代 是由着文化而翻转 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话 他们就会去变得跟左派一样 教育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的教育 才能够造成一个好的社会的结果 你如果没有好的教育 就不会造成一个好的社会的结果 所以在我们做了这个频道以后 我们就发现 其实得到好的教育 或者得到真正的教育 并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的孩子应该得到 其实像我们这种成年人 在社会上的或者是年纪稍大的人 都应该得到这样的教育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拧成一股神 我们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天天躺在那睡大觉 然后做这种美梦的话 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 它绝对不会变好 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善意铺陈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是想说 我们这样做好 做得好 听起来好听 听起来很棒 听起来很美好 听起来好像我们都很和乐融融 好像我们都是为了什么共同的目标 但其实不是的 我们如果说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话 我们是要用智慧来去铺这条 通往智慧的道路 来去通往美好的道路 来去通往神的道路 去通往天国的道路 那智慧是从哪里来 智慧就是从圣经里面开始来 根据真言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大家去啃这本智慧的书 然后让他来告诉你说 从神来的智慧 这个样子我们才不会这样被骗 这个样子我们才不会trust the plan 好 所以就是什么 所以什么trust the plan you are the plan 没有其他人是这个plan you are the plan 如果你这个plan啥也不动 那就是没有plan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不要被很多的阴谋论也好 什么这些东西被骗 2024马上就要来了 你想想 就是在这未来的两年里面 我都不想预计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所有的什么 胖胖胖会跑出来多少 左派安插的假右派 对不对 胖胖胖跑出来多少 这种给你打鸡血的新闻 2020大家都已经经历过了 2024只会更猛烈 不会更退缩 所以包手派的大家 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这种 有毒的东西给洗脑 我们该干啥还是干啥 我们靠着神 我们有这样一个 得胜的一个意念 如果你要是有任何 想要讨论的问题 或者是圣经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一起讨论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